為這方面就能清楚了解到風業相關的組織 港議市政府有先叫做 J夫人議員堂的押品第五集進食來集散 對中市地北三大地的專民 是用快胎用性經由醫生人員 確認了就算是確進的進程已經是行 民眾如果確進不用怕嚇 到時也來豐郵 其實不是每一次的確進者 都能夠使用到垂直的空白和藥物 請大家要遵守到醫生的支持來吃油 才能夠放心 歡迎自己比較進 到底要怎麼 如何找醫生 怎麼吃油 為了要讓市民可以占押到最新的風業主席 港議市政府委診教授製造的J夫人議員堂 真心的押品在度出路 因應真名實用快胎用性 經醫生人員確認後就算是比較進的進程已經是行 J夫人教授製造如果比較進不用怕嚇 透過幾個步驟就能得到結實的診療 當時還有用藥底線的選擇 初步看起來你是屬於輕症 那是低風險 低風險族群 所以說吃一般的症狀治療藥就可以 很多人都有口服病不要 那個為什麼不用 因為他們是65歲以上或者是有糖尿病 或者肝臟疾病 或者肺部的疾病 所以他們是屬於高風險群 高風險群我們建議是五天之內就要開始投藥 那對病情的進步會有幫忙 現在已經幫你列為確診者 確診者就是說一般來講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都是輕症 都會七八天以後就會恢復 那你就是在家服藥 不要出門七天以內不要出門 請家人或者親戚朋友來診所拿藥 如果說中間咳嗽咳到會傳 反正也厲害 或者是一整天沒有尿 或者說高燒不退 或者人越來越沒力量 那就趕快播醫就請求協助 那這段時間就是好好在家休息 那祝你早日康復喔 另外在三天的五日之下 這期港以七以外有部分的合佑醫療醫所 持續提供民眾COVID-19以風車的醫療接近 包括大人的醫療車 有AZ、BNT、高端和莫德納 那這次日當BNT還有莫德納的醫療車都有 請符合住者主機的民眾 屬身向病院那這次經濟醫療 帶到健保卡 要做第二天以上醫療車的民眾 要帶到醫療車主機的選案 好 生小孩也要帶到董醫師 全都主持 八一 這是真送的名單 可以到愛嘉義的APP 這是家義市政府為情供的網站來查詢 世新新聞 中頂孫王修宣 家義市 蔡宏報道 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